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贡献过代码 比如ETCD, Ingress Angus, Angus, Angus等等 目前全职在做API-6的开发和维护工作 可能台下有些观众并不了解API-6是什么 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Apache-API-6是一个动态实时和性能的PPI网关 提供负载均衡、动态上游、规度发布、读物熔断、身份认证、可观测性等功夫的流量管理功能 这是我们项目主页的一段话 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API-6 这说明它是API-6基金会的顶级项目 作为API-6的顶级项目 至少可以确保一件事 它不可能像EDX-ER 中途换成非API-6的license 因为这么做 API-6基金会肯定不会允许 第二个是动态、高性能 API-6运行在OpenRacy上面 OpenRacy是NGIS的一个发行板 在NGIS的基础上添加了LuaG 让用户可以编写Lua代码 动态改写请求和相应 凭借NGIS的高性能和Lua的动态 API-6做到了熊掌和鱼可以兼得 最后一个是实时 API-6把配置放到EDCD里面 既然对配置认为变更 我们通过EDCD的Watch接口实时获取 EDCD是一个分布式的KV速库 KVS就是用它来存储配置 让我们从EDCD开始我们的API-6演化时 API-6从一开始就选择把配置存储在EDCD里面 之所以这么选 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EDCD天然就是分布式 它容易支持API-6能向拓展 其次,EDCD提供了 或许给定键子或许增量更新的接口 实现全量更新的增量更新很简单 不需要自己额外做很多工装工作 最后一个 就连KVS都敢把自己全部配置都放在EDCD KVS-6的数据量肯定没法跟KVS级续相比 我们选择EDCD就更有信心了 从最开始的时候用的是EDCD2 这个版本里面 EDCD的数据是按DirectP格式来组织的 有点类似DirectP格式 API-6的每个配置类别 比如路由、上游、证书 都各在一个DirectP格式 然后每个类别下面 各个条文都是一个Key 比如上游S 就是上游这个DirectP格式 下面名为S的Key 你看现在的API-6的代码 一样能看到这个版本的EDCD所留下的痕迹 像是Watch the 对对这样的函数命名 后来EDCD出了三连级的版本 EDCD三连级跟二连级相比 有类到外脱胎换补 做了很多的优化 还有很多的break change 其中有两个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一个是不再按DirectKey的格式组织数据 而是把所有的Key展开成为一个V加区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最终的 就是EDCD二连级版本时候的数据 而右边的话就是EDCD三连级版本的数据 我们看到左边的话 它是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目录数的一个结果 就有一个API-6 UPSTunes的一个目录 然后底下的是UPSTunes1跟UPSTunes2两个Key 然后到了右边的话 你会看到它变成一个V加区 然后那个API-6 UPSTunes它现在是看不到的 它只有最底下的API-6 UPSTunes1跟API-6 UPSTunes2 另外一个是改变了很多API的命名 还有就是默认采用GRPC 如果你需要用回之前的HTEE的接口 要开启GRPC Gateway 把全HTEP的请求带到GRPC Server 为了紧跟EDCD发展的步伐 避免被绑定到不在维护的EDCD2版本上 我们去年花了不少时间 把API-6 UPSTunes1的EDCD版本升级到3.4 我们采取的是顶层接口 像是Watchder跟Reader保持不变 用V3的API模拟V2的方法 又为了这个改动 我们发布了API-6 2.0的大版本 在这个版本发布了之后 我们陆续发现并修复了一些问题 其中有几个还挺有意思的 值得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们在模拟V2 API的时候 采用站位谱来充当V2 API的Directory 我们实际存储在EDCD里面的数据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 我们手动设置的一个API-6 Rooters 这样的一个Key在里面 这是我们引入的一个站位谱 我们目前是每次启动API-6 都会常数协入这个站位谱 而这个在之前版本里面是不需要的 从API-6第一年级升上来的用户 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差别 在编写运为脚本的时候 会一步小心删除这个站位谱 导致服务出问题 好在现在大家要不都已经用上了 二年级的版本 要不就已经明白这个站位谱的重要性 至少有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找我们 问关于站位谱的问题 现在看来 这个站位谱其实是可以去掉的 如果这样需要更加彻底的重构 而不是简单的用V3的API去模拟VR 总之这个东西看上去有点像南韦 前面我们提到ETCD采用GRPC Gateway代理的方式 来允许非GRPC服务端通过HTVE来访问接口 这种方法看起来能够解决问题 但其实还是不够完美 我们就踩过其中几个坑 其中有一个坑是这样的 跟HTVE不同的是 GRPC默认限制的一次请求 可以读取的数据大小 这个限制叫做MessCodeRecessMessageSize 部分是4MB 当AVI6悬疗同步ETCD数据时 表流配置够多 只会触发这一上线 到处了GRPCRecessMessengerLargerDMS 神奇的是 如果你用ETCD CTL去访问 这时候却不会有任何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限制是可以在 跟GRPC所有建立连接时动态设置 ETCD CTL给这个限制设置了一个很大的整数 相当于去掉了这一限制 由于不少用户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们曾经讨论过对策 一个想法是用增量同步去模拟全量同步 这么做有两个逼端 第一是实现起来会普遍 要改不少的代码 第二个是会延长同步所需的时间 另一个想法是修改ETCD 既然能够在ETCD CTL里面去除限制 为什么不对GRPC Gateway一式同仁呢 同样的改动可以出动在GRPC Gateway上 我们就采用了第二种方案 给ETCD提了个PR 然后ETCD开发者已经接受了这个Pure Request 在ETCD3.5版本就包含了我们贡献的这个改动 如果你遇到GRPC Resist Messenger Larger Diamonds 这样的一个报处 不妨试一下这个版本 这一改动也被ETCD开发者 把Apple到3.4分之上了 3.4分之下一个发布也会带上这个改动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把API6所依赖的ETCD升级到了3.4 而到了2021年 我们准备解版ETCD 有的开发者在选行的时候 看到API6的支持ETCD和加入文件两种配置方式 就转身走了 虽然ETCD广泛应用在AK-8S和其他服务里面 但是ETCD往往是作为核心的配置系统 不会直接发露给外部用户 这导致很少有人能够直接运为ETCD 而且无论公司内部 还是作为付费的扣管服务 都很少提供对ETCD的支持 一般网关的开发团队 并不想坚持当数据库的运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引入了API6 Mesh Agent API6 Mesh Agent 负责把其他配置系统的数据 通过ETCD的V3 API暴露出来 数目以来 API6一行代码都不用改 就能支持多种配置系统 只需要在中间 部署一个API6 Mesh Agent 把其他配置系统的数据 转合成ETCD的数据 目前我们正在开发 SDS和Nucle 这两种配置系统的支持 前者可以用来支持 基于API6的Service Mesh实现 而后者一直都是被广泛使用 而且有着良好的商业 托广服务的支持 我们未来也可能支持 更多的配置服务和数据库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多语言插件 API6作为基于OpenNESTI开发的网关 它的插件是用Lua写 不幸的是 对绝大多数的后端开发者 Lua实在太冷门了 他们更希望能够用主流的 抓网和go来编写插件 有些时候甚至是被迫用 抓网和go来编写插件 比如公司的其他团队 只提供抓网或者go的库 随着API6越来越流行 让API6支持 用主流编程语言编写插件的 呼声越来越无法忽视 除了多语言插件 现在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Watson 我们也是先考察了Watson的方案 在调整中我们发现 Watson对C C 硬程语言 如C++ Rush支持的不错 但是对于go和trial的支持 又不行了 举个例子 Watson里面对于 ProRouting的原生支持 还停留在Proposal阶段 所以go的写程调度 在Watson里面会受到限制 我们也考察了把go代码编写成 共享库的go fit方案 这个方案也有一些限制 一个是没有标准 另外一个是go的写程调度 依然需要额外的操作 所以考察了一圈 最后我们还是从事 跨进程通信的脑路 尽管这脑路有性能添化吧 但沙保证用到的技术 都是成熟可套的 不需要用户去躺坑 整个的架构很简单 就是AVI-6在启动时 会塞开了形式带齐Runner 然后后面Runner的生命周期 都会由API-6来管理 当API-6接收到请求的时候 如果这个请求命中外部插件 配了外部插件的root API-6就会向Runner 发送请求信息 然后Runner会通过这个 请求信息构造一个 微请求 然后用这个微请求 来执行加载的插件 最后把执行结果反而给API-6 我们之前做过Batchmark 发现 在API-6跟Runner之间 数据传递的次数比数据的大小 更加能够影响性能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 就尽可能的减少 API-6和Runner之间 通信的次数 既然决定走跨进程通信 下一步就是决定走哪一种的跨进程通信方式 我们比较了下注几种方案 一个是基于System-V的消息对立 就是这东西是Ninux内核里面的一个消息对立的一个API 然后还有一个是共享内存 然后还有一个是UnitSoft 然后还有一个是通过PypeIO的方式 前两种方式我们考虑过 发现它们的开发量太大 所以就被否决了 然后我们做了后两种的Benchmark PypeIO的性能要比UnitSoft快一些 但是由于API-6它是多进程的架构 通过PypeIO来进行进程间通信 实现起来的复杂度比较大 所以最后采用的是UnitSoft 挑选了靠进程通信的方式之后 下一步就是挑选序列化的框架 出于性能考虑 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采用二进制方式来传输数据 我们考虑了下数集中选择 MessengerPatch 可以说是一种二进制的追损 都没有Schema的概念 没办法根据IDR文件来生成代码 而我们为了开发多语言插件 最好还是能够通过同一份IDR文件 去生成不同变成语言的调用代码 所以MessengerPatch的话我们没办法选择 接下来的话是BuddleBuff BuddleBuff在这四种选择里面是最出名 也是用的最多的一种 但是它有一个缺陷 就是在Decode的时候 需要完整的Decode整个文件 而我们设计的事物是 API6尽可能多了向Runner发送信息 减少了两者间的交互指数 这就要求Decode的时候能够按需Decode 提取自己需要的部分 所以PortoBuff并不是很适合我们的要求 这下两个正好是相对的 KanPorto它有LuaG的实现 整体上好像没有多少更新 也少有人尝试 BuddleBuff它没有LuaG的实现 但是用的人比较多 而且这项目也较为活跃 我们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 在KanPorto和FighterBuffer之间 我们最终选择了FighterBuffer 比向官方贡献的一个LuaG的实现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 Zor和Go两个Runner 这两个Runner还处于早期阶段 欢迎大家参与进来 多多试用 一起网上 接下来的三到五个月 我们可能会继续网上这两个FighterBuffer 可能到了明年 我们会考虑去实现类似Python 或者是NodeJS之类的FighterBuffer 当然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Watson的想法 我们还要关注Watson 我们还要关注Watson 对主流语言的支持程度 包括对Colouting的原生支持 还有对Draw的支持 如果实际合适 我们会实现GWatson版的多语言插件方案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关于NJS方面的演化 ABS在发布首个版本的时候 OpenNJS的最新稳定版是1.17.8 所以我们支持了OpenNJS1.15.8 就是它上一个稳定版 还有1.17.8这两个版本 后来OpenNJS发布了1.19.3 我们在今年一月份 发布了2.2版本来支持它 要找的是新版本OpenNJS 可以让我们尽快的用上OpenNJS的新特性 比如API-6 动态验验客户端证书的功能 就是基于OpenNJS1.19.3的两个新特性 验验客户端证书的API 而允许HPV请求的后续阶段 访问到握手时的上下文 我们也在关注OpenNJS1.19.9的开发工作 一旦它正式发布 我们就开始测试 对于OpenNJS1.19.9的支持 我们有一个很稳的愿景 就是让API-6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替代MJS 并且要满足各种动态配置 要想达成这个愿景 必须要做一件事 是允许越来越多的MJS配置 能够被动态设置 而至于要求我们去唯物一套 MJS的补丁和额外的MJS Team模块 所以我们在原生的MJS基础上 添加自己的5丁和MJS Team模块 打造属于API-6的MJS 你也许会担心这么做是否太过激进 会不会导致API-6的稳定性滑坡 事实上 比如自己的MJS版本 对于重度使用MJS的用户而言 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外 许多API-6的核心贡献者 之前就曾经主导过公司内部的MJS版本的开发工作 也深入参与多个开源的MJS分支的开发工作 最后 API-6会密切关注MJS的开发动向 紧跟MJS的版本更新 API-6自己的MJS 目前已经可以动态设置以下功能 一个是MJS 一个是MJS 还有一个是ClientMassBodySign 然后还有Upstream的CubeAlive参数 还有Gzip参数 在API-6后续版本中 我们也会陆续允许下面的MJS配置能够被动态设置 包括UIP之类的相关一些指令 还有PostingMassTenverifySize 以及其他更多的指令 我们目前也在推进相关的RPM包打包工作 并搭建自己的YAM仓库 很快 持续一行命令就能安装好API-6 还有API-6自己的MJS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API-6的服务发现 API-6最早只支持基于ETCD做服务发现 由于ETCD没有官方的服务发现API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ETCD里面配置上游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做服务发现 比如像是这样的配置 我们配置一个MyAPI-provider的一个Upstream 然后在一个Rooters里面去引用这个MyAPI-provider的Upstream 对应的那些Node节点有变化的话 我们就会在请求民众Rooters1的时候 就会动态地获取到这些Node的节点 那你也可能觉得我们这种基于ETCD的服务发现 不太像是正式的服务发现 所以后来在开运用户的帮助下 我们就有了智能8斤的服务发现框架 目前API-6已经支持下面的服务发现 DMS, EDCD, Eureka 还有Consult的KB API,然后Nuckles 所以我想增长一下我们的开源用户 因为绝大多数的服务发现代码都是由开源用户贡献的 API-6现在已经支持的服务发现可以分成三种 一种是按需的,包括DMS 就是有了一个请求之后才会去做那个DMS的服务发现 然后这个DMS查证结果会被缓成起来 还有一种是观测 那个服务发现服务的一个数据的变化 就是说是WatchChange 包括了DCD, Eureka,还有Consult的KB API 然后Nuckles目前是通过人寻的方式去做的 因为Nuckles还有OpenAPI 那现在就只提供了人寻的API Nuckles 2.0级原本提供了GIPC 训名Push的一个 所以即使把那个 服务发现的变化给推送到Kion的一个功能 那目前我们 基于Lua的那个服务发现框架是 目前还支持不了这种 GIPC streaming push 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个解决方法 在那后面我们会讲到 我们先讲一下目前AX6的服务发现框架 目前的服务发现框架是在 AX6配置文件里面去配置服务发现类型 还有基本参数 然后在EDCD里面 我们去配置上游里面的服务信息 每次运动该上游都会从内存里面维护的 服务力表查询推移的节点信息 主要的这个就是配置文件里面 对于Nuckles的一个配置 然后右边的是EDCD里面 Dubstreet对于Nuckles的一个配置 我们看到左边的话 主要都是配置Nuckles和服务的一个URL 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参数 然后右边的话是配置那个Service的名字 还有Discovery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是Next BayID之类的 那服务发现框架用了一年多 然后发现了一些问题 也就是每个API-6实例都需要从 服务发现系统里面拉起数据 就要求那个服务拓户 变得比较复杂 就每一个实例 它都需要有访问服务 注册注册中心的一个权限 而且每个服务发现数据都需要在每个API-6 服务上面去存一份 如果API-6服务数量多的话 那个总的数据量就会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发现配置需要在每个API-6实例 配置一遍 比如说你想改改密码 你就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然后发布到每个API-6上面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 我们设计了VR的服务发现框架 这个服务发现框架跟之前的差不多 只是有两点区别 一个是服务发现放到了 Amin上面的一个独立组件里面 这个独立组件是用构写的 它负责做那个服务发现 如果有服务发现有变化的话 就把新的节点写入到ETC里面 然后再由各个实例 可以从ETC里面进行同步 每个实例看到的 就已经是最新的节点信息了 而不再需要自己去做服务发现 原来的服务发现是地方各自为战 现在同于收归中央 由中央至上而下的发布新的节点 这么做解决了上述问题 网络透过变简单了 总的数据量变小了 方便起来更方便了 但是 程序员做推发 就像信心服务师 吹石头一样 引入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能够解决旧有的问题 这样也会同时引入新的问题 这种V2的服务发现框架 还是有一些缺陷 也就是它引入了更多的组件 会让用文的难度提升 还有一个是如果这个组件不可用了 会导致各个实例 你没有办法得到最新的节点信息 最后一个是 对EDCD的压力会增大 我们当前在V2的服务发现框架里面 来重新实现Nucle的服务发现功能 之所以找Nucle作为用例子 是出于几何原因的 第一是Nucle的服务发现 在V2的服务发现框架里面 由于一些限制 只能实现为人群的方案 而V2的服务发现框架是用构写的 即使现在还是用的人群的方式 但是由于官方提供了够的SCK 所以我们相信中一天它会切换到 基于GRPC G-Mainput这种整量更新的方案 然而V2的服务发现框架 在这一点上更有前景 Tucle目前采用的是人群的方式 如果服务输入上去了 性能可能会有问题 如果能够从每个实力都做服务发现 变成只有某个组件做服务发现 所以Nucle的请求数会有可观的减少 最后一点 就是Nucle用的人比较多 这样方便我们去推广V2的服务发现框架 目前V1的服务发现框架和V2的服务发现框架 会共存一段时间 有时间来证明哪个方案会更优 有时间来证明哪个方案会更新的方案会更新的方案会更新的方案